錄影一下 標準的泛光燈 那通常我們會啟用陰影 直接啟用陰影 然後比如說在前面這邊點一下 它會在這邊側面補光 或是你要在這邊打也可以 就是大概這兩邊 先說這邊 然後你會看到它這邊的這個畫面已經變成有光影 那我們把它在立面上面拉起來 它這邊的陰影就會變更 那這個它是一個叫做安全框 安全框它可以在這邊設定 就是它這邊會有速度大小800-600 那你這邊尺寸更改的話 它這邊的尺寸也會去做更改 所以這邊會做影響 那怎麼樣切安全框呢 這邊就是按一下CAMERA這邊 它會有一個顯示安全框的設定 Cube加F 那你這邊燈光打上去之後 它就會秀出就是 你現在的 的一個照明的光亮的感覺 那你現在渲染看看 就會跟這個預覽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是看你顯示卡的一個 一個夠不夠力的問題 所以 如果它是被增值一的話 它就比較亮 那它我們不會希望它太亮 因為我們希望它有一些衰減的感覺 那這樣我們會把它的數值變到0.9 然後 把它的顏色變到是 譬如說白色這樣 然後去做一個 遠距衰減的一個範圍 這範圍呢 它會秀出一個藍框 那你要把這個 這個拉大的話 它在這個即時預覽這邊 就會去做顯現 所以它我們會讓它有個範圍 大概像這樣子 有沒有 但是我想要讓它更亮一點的話 就是你可以調整這個範圍 那在渲染的時候它就會出現 有沒有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把這個 半光燈 在 你可以複製一次 複製一次 或者是你直接再點一下半光燈 在這邊 再點一下下 那你會發現到它這個 它會完全繼承它本來的數值 不是啊 可是這樣的結果看起來是太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把它配增值往下降 然後把它的這個高度往下拉 然後跟範圍都去做一個縮減 然後這個是為了什麼 它為了要去打這個 這邊的天花板打亮 你看我把它啟用看看 有沒有 它在這個地方跟 就是陰影鏈的地方 它會去做一個去做一個變化 去打亮 有沒有然後你可以調一下顏色 比如說你想要黃色 它就會去做變 就是做一個黃色變化 那當然我們不需要做 就是補光的部分 我們不需要去做 一些色系的變化 因為它其實就是做一個打亮的動作 那你看啊 這樣子減染之後呢 它就會把 我們本來很暗的地方去做打亮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基本的 基本的打光方式 那你如果不是做反場的動畫 你其實就是打這兩面就夠 就是打你鏡頭這兩面就夠 然後最後呢 我們把它 在主體的部分 這兩個主體嘛對不對 這邊再去做一個半光燈 在這個主體的中心 讓這個體系的部分 是做一個打亮的動作 那這個陰影要啟用了 那你發現到顯示卡 如果不夠力的話 就是它會這樣子 Lag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讓它亮 嗯 上圍少一點 好 那它這邊都是即時的啦 都即時的去做亮 然後你可以讓它是變成黃 黃一點 黃色 好 然後再按住tube的複製一次 那這邊都是即時的喔 所以 還蠻厲害的 所以 以前你要去做算圖啦 它才會去 去 去秀這個最後結果 好 所以 這邊 如果調亮 調暗的話 它自動會去做變化 你可以讓它是變成黃光啦 這樣子會有點人對比 或者是你要在外面 這個燈上面 就是底下這個燈在加點藍光也可以 好 那它就會有一個色系的變化嘛 對不對 這大概基本的一個 這個 打光的部分 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好 可以這樣渲染出來 它會比較久 但是還好 對 它就會變得 這個 比較 豐富啦 就是它會 讓這個 主體出來 那會讓主體出來 就是 那個主體去呈現 那還有一個部分 它會影響到陰影 這個在 看一下 好 在這邊 就是它會有陰影的範圍 它這邊會去做影響 就是 就是說你的大小 這邊去做設定 那它會影響到這個 陰影的一個 一個範圍 比如說我們這邊 這邊第一個 這個陰影 它要設定 設定一下 你看我先把其他關掉 這樣比較快一點 這樣比較快一點 然後假設是這樣子吧 它會是 這樣陰影的結果 對不對 然後我們 試試看 把它這個 融化版這邊 加大 好 它在 這個邊緣的部分 會比較 柔化 好 我們試試看這邊的 大礁 好 這個這邊不會影響 好 那試試看採樣範圍 好 它在這邊的陰影 就會去做擴大 就會去做擴大 就是 比剛剛的這個陰影的 柔化的範圍 是變比較 柔化 那還有一個就是 它這邊可以設定陰影的參數 那通常就是 你如果把它設定成灰色 或是白色的話 我們看一下 它在陰影上面就變淡了 如果你不希望說它的陰影過濃的話 這邊就可以去做設定 那密度也可以 應該也是可以調 它就變 就是會 整個會變亮 就是會變成倍增 好 就0.7的話 就是它的陰影 跟這個顏色 都一直有變淡 那你這樣整體搭配起來的話 就是它的陰影就 就是 其實我打這兩顆就是補光 就是補光的陰影 所以 可以啟用看看 它在陰影上面就會去做柔化 就是這邊的陰影就會做柔化 或者是你也可以不用啟用陰影 不用啟用陰影的話 就是單純是補光的感覺 那在 你看我把陰影全部勾掉 它在處理速度上會變很快 就會變很快 然後在同時把這個裡面的開閃 有沒有 現在就慢了嘛對不對 它會變成這樣效果 就是它從裡面照出來 照定出來 不過通常我們就是還是會 都會太陰影 會 但是我們會去做微調 這樣子它會 看起來比較 美一點 所以這個大概是 看 跟同學講一下大概補光的感覺 這樣 你現在有陰影的話 它還是會比較 感覺比較有那個內容 感覺比較有那個內容 對 那 比較關鍵就是說 你這個陰影要怎麼去把它調柔化 這樣 通常我們就是會接觸就是 那個 例如說像Mental Rate這種圈難關鍵 因為現在它就是沒有GI 你要去透過這種 補光的動作去 去讓它有一些GI的效果 這樣子 比如說像這樣 往上的話 它的陰影就會柔化 就是你要看一下角度 比如說這樣子 這樣就好一點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就是實際的強度這樣 然後大概 你看一下這個渲染 大概一針是大概七秒鐘 就是它在前面這邊 跑燈光會比較久一點 這樣子就 就是還OK 就是同學可以 等一下可以練習一下 這個部分 好 那就是 來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邊的 這個 有看到嗎 這邊的這個 這個亮度 你看一下 這邊 第一個你可以調這邊的配增值 對不對 它會影響這個亮度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就是 讓它是微微的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 這個 那個 摔潰值去調整它 它就會有一個 一種 倍增的感覺 那這邊的陰影 會有一一點點問題 是因為它的 你可以這邊調密度 對不對 如果往下調的話 它這邊的這個 陰影的程度會 減低 往上調的話 它就會 這邊陰影的程度會加深 那通常我們就是把它調成 0.3左右 它這邊陰影就會變柔化 那你出來的陰影 就基本上不會那麼明顯 這個陰影又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這個 這個財用範圍 你可以把它射大一點 現在是30 30嗎 那你出來50的話 它就會 邊緣會比較 沒那麼明顯 就是點點 就是模仿那個CI的效果 那這個 這個 偵光你可以把它 就是放在 其實放在正中間 就比較好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這邊的陰影 就 就會比較 去做簡單 所以 你們可以調整一下 看一下 那一般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在 這兩個主要的地方 是 打亮這樣就好了 那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這邊 也做打亮 好 你在正中心打亮的話 也是可以 它會比較 讓你的這個中心的部分 增亮 也是可以啦 好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做一個 就是 比如說我們會在 高牌上面打 效果燈的感覺 好 所以 我們會打一個叫 目標聚光燈 我們現在旁邊拉 拉好 然後它會 過來一點 然後把它搭到這個 這個我們主要的 高牌上面 好這個先表達 好 它會在 這個地上 這邊會產生一個亮光 有沒有 好 會往下一點點 然後它會在這邊也會產生這個亮光 好 所以你就可以去調整這個這個數字 第一個 你可以讓它結束的這個地方是 比較沒那麼明顯 這樣子 它這個東西就是它可以調整它的 那個 摔退值 你可以讓它 因為我們剛才如果是 不使用的話 就是 它會電很亮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不需要那麼亮 我們讓它是微微的這樣廣照下來就可以 好 所以我們這樣 讓它打在高牌上面 然後你在渲染的時候 它會 在這邊會去產生一個光亮 好在這邊會產生光亮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所要的 好 那你這邊的話 如果你加了這個補燈的話 就這邊就不需要 就給殺掉 好 但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會 這個 櫃台就會 比較死亮 所以 要做一些調整 你可以讓它是 不要打到地面上 或是打到櫃台上面就好了 好 有沒有印好像沒有差別 好這樣 好這樣看起來好一點 好 所以這邊的 這個 因為我們剛才有預設 明年三了嘛 那你可以把它調回 印這樣 或是增加它 陰影程度也可以 就是 這個是 簡直說算是補光 然後 然後 在旁邊 這邊 再加擊掌 好 它就會在這邊產生一個 比較 五台燈的效果 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 不同 可以下哪 你看看 會在這邊打亮嗎 對不對 好 那你就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 太亮 或怎麼樣 就是你再去 回去調整 這邊的 補光的狀況 譬如說這邊如果太亮 你就把它往左邊 它會影響嘛 對不對 通常是讓它 就是中間主體這樣 那如果就是 你要 你要 比如說看到側面的話 比如說你看到側面 比如說你再看到後面嘛 那你後面就要去做補光 現在只是單純是一個 一個看到正面的狀態而已 所以你看後面去做補光 好 那後面也亮了 那如果是你要做寬敞的話 可是你 它最後還是會影響效果 所以你還是要在最後再欠哪一次 看一下狀況如何 這樣 這大概是最後微調 那我們最後再把那個 就是海報的圖上上去 這樣就可以 這樣看起來也可以 就是 不要太亮 不要太亮 那這邊會有陰影嘛 對不對 陰影再去把它微調 就是 譬如說這邊是藍色的 那你就把這邊陰影程度 往下降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看起來 就是燈越多,它的時間就會越長 這樣好一點點 所以大概是這樣,然後你可以在後面這邊帶券來 一次看看 看一下雙方 然後看起來就還OK啦,就是但是 盡量還是避免這種奇怪的陰影 那就是要微調 譬如說把 強度配增值往下降 你往下降,它這邊的陰影程度就會減少 然後接下來再把 黑馬燈光關掉,然後再去上台子 他這邊的這個 這個文字也可以去做更改,譬如說你在這邊去做文字的更改 這裡面 這裡是個大廠 那是一個敵人 那是一個敵人 在那邊 有的 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這邊可以調大小嗎 所以這邊用吸管吸一下這個 這個顏色呢,它可以去做調整 譬如說,變成藍色 它就是主色啦 這是主色 譬如說藍色、紅色都可以 就是選你喜歡的顏色 譬如說紅色 然後這邊吸一下 它這個圖案就出來了嘛 再吸一下 我剛剛都有了 還有一個是 這邊 這樣看起來就沒問題了 那 看一下 然後最後是地板 對不對 地板這樣 那你在 我們可以增加一些特效 比如說這樣在平面上面 最後的 加一個地板 那這地板呢,你可以設定一個材質 你看它 建範 建築 那比如說你可以設定金屬 金屬然後把它指定上去 那你在渲染的時候 你可以用白色或是黑色都可以 那它在渲染的時候才會出現反射的性質 然後 這個標高就很慢 因為打太多 但是它這個 會影響那個 那個 就是 渲染的速度 但是它會有那個 就是整個反射的感覺 它有反射的感覺 可以試試看一下 然後 這個是反光度嘛 反光度可以調 或者是你可以 鏡像 鏡像也可以 那它會幫你去做調整 那第二個呢 這個 你看我們展場是黑色 沒關係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 設定一下背景 渲染環境 這邊可以設定一下背景的顏色 比如說設定白色 它在渲染的時候 所以你看 像我們那個 Scanline 這個渲染器 打完之後 一分就25秒 那如果是要Metalrate的話 大概就5分鐘 5分鐘就會比較慢 就沒辦法達到動畫成績 那現在就是 如果是配景是白色的話 這邊就會變亮 所以我們就是 你可以看狀況去調整 所以把它射回黑色 因為它如果全白就是這個燈 我們就要再降低 因為它不然會太亮 那我們再看狀況去調整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啊 這邊的這個玻璃的材質 它大概是這樣設定的 它就是 直接把這邊設個顏色 然後不透明度調一下 然後高光程度這邊調 調到130這樣 那它會影響到它的透明度 那其他就是 它就是一個標準材質 所以你看那標準材質 拉進來 我設定一下 藍綠色 然後這樣子它會 看一下 40 這樣它就變透明了 大概這樣設定 然後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一些都是 東西變金屬 其實變金屬的話 它就會變 那個 蒜頭會比較慢一點 聽說這一塊 變金屬 好 好在渲染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比較慢 好 大概像這樣 那 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下面的色能金屬 所以它會 沒有那個高光 剛才有些高光的問題 好 就是我們這個 這幾個燈色的高光 好 所以這邊就變金屬 好 然後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把 自己的 就是周邊 加量的話 我們通常就是會 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會把 把這邊的渲染的效果打開 好 添加 鏡頭效果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光暈嘛對不對 光暈拉過來 這個叫做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設定一下 它 比如說你的這個字體 按一下右鍵 選擇對象屬性 這邊可以設ID 這邊可以設ID 譬如說ID1 對不對 然後這邊goID 那它會 你可以先獨立 孤立選擇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老師在錄影 這個有點當心 要不要漏 那大概的做法就是把這邊的 這個 那個 這個元素設定 最向屬性 第一嘛對不對 孤立 然後這邊 這邊先渲染看看會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一樣啦 這燈光都會在跑 然後他會 第一個他會亮一點點 第二個他你這邊可以調一下 譬如說大小跟強度這樣 最上勾了嘛 然後大小 測定一下 有了 就是他這邊大小可以設定 譬如說 再把它弄小一點 他會在這個 就是你最後渲染的圖上面去產生一個 設定 就是他會再去 再加把這個效果再加一次這樣 那看來就是你要調到這個大小 是適當的這樣 這樣好一點點 那這邊的大小可能要再調一下 就是他會依照你圖像大小去做一個變化 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齁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效果 就是他會有一個就是光暈的感覺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可以來這邊選 然後這邊他可以改顏色 譬如說你要黃色白色這樣都可以 或是這個你要選取燈光也可以 他會有一個光暈的效果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種 這種燈上面增加一些光暈 然後他也會有這種叫做光環 或是星星 所以你可以在這種地方上面加 然後星星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去拿看看 然後我去拿看看 他會在這邊產生清醒的效果 他會在這邊產生清醒的效果 那通常你就是 在做一些調整 他就會變得比較像 有沒有就大概像這樣子 那你強度可以 上升一點 這樣這樣子 這樣這樣子 好 所以 差不多 這邊他可以設定一下顏色 看一看 橘色 車子 對 車子 呀 車子 這 那 對 對 最後來回來 那天在 最後一次 這樣子 它就會像這種的感覺 就是它會有亮光 那當然這個是可以微調 就是最後再去做一些 做一些微調 譬如說它的強度不用那麼強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它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就是它其實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算動畫的時候 它會就加在動畫上面 這樣 所以還蠻方便的 好,所以 好,給同學練習